英国新王查尔斯三世继位 王室成员的头衔也会出现变化 根据英国太阳报报导 哈利王子与梅根曾经针对儿女的王室头衔 与查尔斯三世激烈辩论 据传查尔斯已经同意授予孙子雅气 和孙女莉莉贝王子和公主的头衔 但两人不会得到殿下的身份 让哈利与梅根相当愤怒 他们已经毁忽然而死了 但他们已经毁忽然而死了 哈利与梅根回到英国出席各项哀悼活动 一举一动都被英国小报和网友放大检视 尤其梅根不管做什么 都会被拿来和大嫂凯特做比较 哈利与梅根一有机会就紧紧牵手 被认为在公共场合固于亲密 追思活动上凯特妆容素雅 一袭全黑连身裙搭配珍珠耳环 被媒体盛赞是致敬女王的得体穿着 梅根却因为化了烟熏装被炮轰不合时宜 王室成员十四号步行护送 伊丽莎白二世的灵鹫到西敏宫安置 媒体拍到梅根看似略带微笑的表情 和前方神情严肃的凯特呈现强烈对比 再度引发争议 欢迎新闻联宣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